怀孕到生宝宝 整个的攻略是怎么样的 众所周知 日本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 有人称日本这种福利是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 其实这说的就是日本福利制度的健全性 首先日本是实行全民医保的 除去在日本居住的公民居民 是有长期有效签证的外国人 也是可以享受的 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以后 政府会报销70%的费用 自己只需要承担30% 在日本持有经营管理签证 从怀孕到生宝宝 以及育儿 都是可以享受日本政府的照顾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 持有日本经营管理签证 在您的妻子 或者是自己怀孕以后的流程和福利 首先预约生产的医院 女性都知道 怀孕以后需要尽快的来预约好生产的医院 那么有一些行政部门 日本的行政部门 是可以帮助提供一些产科医院的信息 并且提供咨询服务的 那么我们一般在日本生宝宝 是采用就近的原则 选取居住地附近的医疗机构就可以 首先孕妇需要到居住地的 这个叫区域所 去提交怀孕的申报表 并提领取母子健康手册 这个手册是用来记录 母亲和孩子的健康 还有成长记录的 所以产检生产 森林补助都需要用到母子健康手册 请妥善保管 怀孕初期需要到指定的医院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接受医生和助产师的指导 管理好母子的健康 保健师助产师会进行家庭访问 指导家庭生活 饮食安抚情绪等工作 而这些家庭访问都是免费的 那我们在国内生宝宝 基本也是要到我们就近的 这个生产医院 对吧 去进行定期的产检 但是别人不会到家里来 别人不会到家里来 在领取了母子健康手册以后 里面有免费的产检券 一共有14张 第一次做产检的时候 可以直接交给医院 医生会分配14张券 该什么时候使用 非常省心省力 而且在产前 女性可以休假 一般是分娩前6周 即可以回家休息 6周前可以转变成 检疫的工作 并且不需要加班 不在深夜工作 那办理在日本生孩子的费用 大概是50万日元 凡是加入了健康保险的人 都可以得到42万日元的补助 那这样相当于 自己要支付的费用 就是8万日元 对吧 医生或者是市区的保健中心 会有怀孕分娩 育儿等课程 准爸爸准妈妈 都可以参加学习 也可以互相交流 那在产妇提前5天 准备好住院需要的东西的时候 等待孩子出生 孩子出生以后 女性可以休产假 一般是分娩后的8周 是不需要工作 那这个时间比较短 对吧 8周就是2个月 那在国内 我们是有4个月 总共是4个月的产假 大概有的时候 是在前一个月 生产的前一个月 和后面3个月 把它给休掉 这个时间比日本要长一些 而且孩子的父亲也可以休假 来帮助母亲照顾孩子 这个假期叫做育儿假期 在孩子未满一周岁的时候 新生孩子的父母 都可以享受这个假期 并且育儿停工期间 是可以申请到育儿停工补贴金 前6个月是停工前 工资的67% 后6个月是50% 那我说一下加拿大 加拿大的话 宝爸也是可以申请这个产 他也是有产假的 他是在孩子一岁以前 他都是可以休假 但是我不太知道 有没有工资 应该也是有一些的 孩子在出生的14天内 需要到居住地的行政机关 或者是孩子出生地的政府 提交出生申报 之后孩子即可以领取 小儿的医疗证 免费接受治疗 那如果父母加入了 国民健康保险 孩子也可以申领 婴儿的保险证 一般是在婴儿满月体检前 就可以在父母的工作单位办理 除了上述的保险 在日本儿童还可以领取 儿童首当 从出生到初中毕业 政府会根据孩子大小的 年龄家庭情况给予补助 领取时间为每年的 6月10月2月 一次性领取4个月的金额 此外 厂后政府工作人员 还会上门加访 来指导新生的父母 如何选择小儿科的医院 保育员幼儿园的推荐和介绍 那当然这些指导也都是免费的 同时入学也是采取 就近入学的原则 好 那在婴儿出生的30天内 父母是需要到入国管理局 帮助孩子来申领再留许可的 也就是说 当你父母两个人 已经有了经营管理签证 对吧 那么在日本境内 境内我们生的宝宝 是在宝宝出生30天以后 父母到入国管理局 帮孩子来申请再留许可 新生儿的护照 一般是跟随父母的护照所在国 可以在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 拿了经营管理签证 它只是一个签证 还没有永居 更没有国籍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宝宝的国籍 还是中国国籍 所以需要在中国 驻日本大使馆 去申请宝宝的中国国籍 加上 在日本的入国管理局 去申请宝宝在日本的 再留许可 所以以上就是持有 父母持有经营管理签证 在日本 从怀孕到生宝宝的整个过程 所以享受的这个补贴 对吧 那所以的话 如果当 再留许可 它的这个时间 通常是跟大人的时间一样 那么大人 如果经营管理签证 最快 如果你办的是高级 高级经营管理签证 最快一到两年 就可以申请永居 申请永居以后 你再可以 再到第五年 可以申请入籍 那如果孩子也想要获得日本国籍 那就在父母获得日本国籍以后 那么孩子是可以申请日本国籍的 那么大家也要注意 日本国籍 它是只承认一国国籍 当你选择的是加入日本国籍 也就意味着一定 一定会放弃中国国籍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当然日本国籍也有很多的好的地方 首先它是2020年 对吧 全球护照里面排名第一的 第一的这个护照国 为什么呢 一个是它的福利医疗 还有它的这个护照的免签国 是最多的 对吧 那其次它还可以 日本护照是可以 办理美国的ETU签证的 所以同样如果您是五年的时间 如果您是有五年的一个移民计划 拿到 那入籍 那么您可以考虑的是 就是在五年这个时间 你可以接受 可以考虑的是加拿大和日本 那这两个国家 您可以做一个选择 我到底是在日本待五年 放弃中国国籍 去申请美国ETU 以后有这个资格 还是说我入加拿大籍 但是 不需 不会 不会要求 放弃中国国籍 然后也可以申请美国的ETU签证 如果需要这个ETU的功能的话 这两个国家是可以来进行选择的 那么如果要快 对吧 最快的方式 能够 从能够获得美国的ETU签证 这个是为终极目的的话 最快的方式 那就是格林纳达和土耳其 这两个国家 落入选择了 黑山 我认为费用太贵 所以我从来 基本也不讲 有 有性价比高的 为什么我们要贵的呢 好吧 今天关于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 拿到经营管理签证以后 夫妻俩在日本怀孕 生下宝宝的各种福利 就给大家安定到这里 如果对日本移民 日本房产投资 有任何的资讯 欢迎联系我们加拿美出国 我们的客服微信是 1818612 9682 1818612 9682 我是加拿美出国的老家梅子 如果您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也欢迎您订阅我的视频账号 谢谢 再见